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次要帶來的影片是R14三件我個人的推薦表 網址我貼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需要的自己點開來看 而後續如果有哪個角色的推薦RANK有變 我會直接在表格上做更改 如果影片跟表格有哪邊不同 請以表格為準 這次升不升的原因我幾乎都有在旁邊原因欄注明了 我這次只針對一行字講不清楚的角色做補充 那其他基本上就看旁邊原因就OK了 如果看完以後還對哪個角色有疑問 也歡迎發問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角色是劉夏 如果是競技場用途的話RS3會比較好 整體來說硬度比較高 但如果是戰隊戰 想要早點放UB的話 而且沒有生存壓力 RS4直穿手環是UB最快的 第二個角色是可可蘿 目前在六星前應該是用不太到了 日版六星可可蘿有些王是要R14才能打 不過台版進度跟日版有些不太一樣 到時候台版要R幾還不太確定 建議是先卡著R11等六星時裝 那如果不小心R12還是R13就先不要繼續往上升了 第三個角色是這個月的重量級角色 泳裝咲戀 泳裝咲戀本身沒什麼傷害 所以它的攻擊力並不重要 只要UB開得快就可以了 而目前裝備能開最快的方案就是R14只穿手環 接著是兩個弓箭手 泳裝爆弓還有專武小看 這兩位如果只看攻擊力都是R14比較強 但相較於R13 雙防下降 然後吸血也會少兩點 不太確定這個月會不會剛好就這麼倒楣 少這一點屬性就吸不回來 如果會怕的話可以先不升 確定沒有生存壓力再升上R14 然後是梅里 謙歌 優衣這三位補師 升上R14回復上升會多 但是TP減輕會下降 有好有壞 有點半斤八兩的感覺 考慮到體力可能會不太夠 我覺得這幾位可以先不升 最後一個是香菜弓 香菜弓要下毒的話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R14比R12少了4點的命中 但是R14的物攻多了R12700多 香菜弓的毒還有猛毒傷害是只看技能等級 跟物攻是沒有關係的 R12的好處就是猛毒丟到布丁的機率會比較高 R14的好處是放UB打人會比較通 各有好處啦 那我是覺得R12還是比較好一點 畢竟香菜弓還是靠猛毒來吃飯的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